你醒了 你 你上班会不会迟到 老婆 立芳 张立 小心 你吓死我了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还 还痛吗 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有没有 没有 不痛了 没事了 妈 怎么会没事 都住院了 对不起 是我没有照顾好立芳 让爸妈操心了 之后再说了 以后再说 妈 正昊还要去上班 公司在等他 没关系 我可以多待的 好 没关系的 去上班 去上班了 好 那爸妈我先走了 对不起 一次 好 骂子 力芳啊 作试管 why 太辛苦了 生不出来就不要生了吗 看你这样妈难受啊 舍不得 妈咪 对不起 我没担心 没有 没有什么对不起 不对不起的 我只希望我的女儿 要好好的 你好好的比什么都重要 你看 都变这么瘦 瘦这么多 瘦 瘦 立方啊 我 立方是这样的体质啊 我们也不太清楚 亲家母 让你担心了 下一次啊 我一定会特别注意的 没有下次了 她都病成这样了 你还要她生啊 我舍不得 我们立方个性好 受委屈都不会说 有什么苦就是往肚子里吞 但你们也不能这样就欺负她 欺负她 我们怎么会欺负她呢 我们大家都对她很好 她用的 她穿的 我都是特别去帮她挑的 还有 像叶窝这么养生的东西 我都是留给她吃 你怎么能说我们欺负她呢 叶窝留给她 就是在提醒她要好好生孩子 不是吗 你这样做 立方心里压力有多大 亲家母 你有没有站在她的立场 好好替她想过呢 反正现在我们也都知道 生不出来是正浩的问题 既然这样你们就不要再怪立方了嘛 正浩是你的宝贝儿子 我们立方也是 立方也是我和他爸的宝贝女儿 看他这样我多难受 你也是妈妈 你舍得吗 爸 你都没吃饭了 怎么变瘦了 没有啦 没有啦 对不起 你一定 还想抱抱怀这 这是你啦 你刚出生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爸爸的手不好 雕很久都雕不好 可爱吗 很可爱 你刚出生的时候 就像这样子啊 就脸圆圆的 然后白白的 就很可爱 你 你就是爸爸的宝贝啊 爸爸 对不起 是我没有把自己照顾好 你要是不开心 你就回家 爸爸会保护你 好 居员建设董事长颜正浩 今天跟韩国九荣十业 进行签约仪式 不过意外的是 记者会上的插曲 颜正浩董事长 在接受记者提问时 亲口证实了不孕的传闻 日前有媒体拍到 忽然已经进去不孕门诊 他 他疯了吗 他怎么可以承认呢 快打开电视 你老公上新闻了 我们的确有不孕的状况 但是不孕的人是我 跟我老婆没有关系 这阵子他受了不少苦 的确 这么有担当 不愧是我儿子 我也不担心 有什么尊严扫地的问题 最后我想跟我太太说 辛苦你了 你所受的所有委屈 我在未来的日子 我会加倍地爱你 嫂嫂 这些日子很抱歉 还有凳子的事也是 对不起 没事 都过去了 你怎么来了 我今天晚上 就要回纽约了 想说跟哥 一起来接你回家 你们都收得差不多了吧 我帮忙啊 盛情 我 还没有要回去 你不回去 那你要去哪儿 我在外面找好房子了 长老 我还没有做好回去的准备 对不起 没关系 我等你 喂 喂 郭静 我不是说我出院再整理就好了吗 你怎么都弄好了 怎么样 还满意吗 满意 是非常满意 你对我太好了啦 我本来都已经想好 今天要打扫一整天了 哎呀 不要这样子劳碌命了啦 找个机会让别人疼疼你吧 谢谢你 好啦 拜拜 爸 等一下要去买点东西 我来吧 谢谢啊 天董 这是你要我卖的东西 这个是上面 好 我帮你把东西摆好了 好 没关系 我自己来 这几天你朋友住院也累坏了 早点回去休息 明天还要上班呢 好 那我明天来看你 不对 我每天来看你 没关系 我知道你忙 对了 有空的时候帮我把房间的海墩 还有照片带来 好 那我先走了 路上小心 拜拜 拜拜 在月脑海里的回忆 失去了多少 寻找了多久 这一路疼 迷失了自己 不敢去奢望 故事会多美丽 Let us take a leap of faith When we're together I'll be brave 是你让我喂 从今不愿后退 Baby just you and I 好 伽利 到我今天拍照 我们的朋友们 帮忙 我们下期再见 请转勿